認為項目不單止是給長者安老 亦是政府在2007年 多項加強天水圍發展 推動區內就業的措施之一 發展大計最中落空 或歉解釋 在森地旁邊發展受多項行制 包括為應對後面滋擾 並採取無粗因和振動的加工方式 並且只能在指定的月份施工 加上建材成本上升 項目財務上不符合合一 決定將地址交回政府 建築維、財務上不符合合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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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地坊環保的地方是有限的 但我們建築維 這些要求是全球的理解 更符合地的問題是地址不符合一 所以在建築維最重要的地址 是有限的 自從公布在這個會發展長頂屋之後 地址一直都是荒廢的 看到還是沙滿曬雜草 在排泄的後面已經是濕地公園的範圍 有立法會議員對防協的決定感到失望 白白浪費了六年的時間 令到天水圍和新大西的居民 本來打算那裏可以提供一些就業機會 和給長者安老